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6月8日星期二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Ashley 热点新闻一站锁定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国会议员到联安省伦敦市遇难家庭 透鲁多表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货的消息 总理特鲁多表示 周日发生的四名家庭成员 在安省伦敦市遇害事件是一次恐怖袭击 所有党派的议员在星期二的下议院会议开始时 都发表了关于这起车辆袭击的特别声明 据CTV News报道 特鲁多表示 这四名成员的生命被残忍和厚颜无耻的暴力行为夺走 这次杀戮绝非偶然 而是一次恐怖袭击出于仇恨目的 发生在加拿大社区内 据警方称 周日晚上安省伦敦市一五口之家正在外出散步时 被一名二十岁男子开着皮卡突然撞了上来 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 收还者年仅九岁 警方称 这一家人因信奉穆斯林而成为袭击目标 目前斯基维尔特曼被控四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 特鲁多表示 他不明白加拿大人怎么还能说 这个国家不存在种族主义和仇恨 而住在伦敦市的布朗谢则质疑这个国家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将被仇恨和不容忍所夺走 并表示现在的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暴力和对土著人民种族灭族的地方 是一个穆斯林感到不安全的地方 为此 议员们为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慕哀 这让加拿大人特别是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心有余悸 周一发表的声明则呼吁所有人 从政治家到公众反对仇恨和仇视伊斯兰教 而纵观周二在众议院的讲话 政客们利用仇视伊斯兰教来谋取政治利益 并把它当作分裂的工具 这必须得到制止 总理承诺联邦政府将采取更多行动 消除网上和社会中的仇恨 保护弱势群体和宗教场所 据悉首页仪式定于周二晚上在伦敦穆斯林清真寺举行 届时各党政要将亲自前往参加 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中 超过一半的亚裔加拿大人经历过歧视 本站星际观察员STAR发回的消息 据CBC报道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过去一年超过一半的亚裔加拿大人表示 他们曾遭受歧视 这项调查是在网上与UBC大学联合进行的 该研究所共调查了631个亚裔加拿大人 5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内都经历过歧视事件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这些情况经常发生 调查显示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更有可能遭受更强烈的歧视 该研究所还对1877名非亚裔受访者进行了进一步调查 这些受访者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加拿大多样性和种族主义系列调查 该研究所说五分之一的非亚裔受访者认为 大多数或所有亚裔加拿大人对社区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 有关反亚洲种族主义的报道在BC省不断增加 温哥华警察局的数据显示 反亚裔仇恨犯罪案例从2019年的十几起上升到2020年的98起 而一般的仇恨歧视事件几乎翻了一番 医生表示只有完全接种疫苗才能使BC省恢复正常生活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挥的消息 BC省副首席卫生官员正在鼓励居民登记接种第二剂疫苗 因为该省正朝着恢复正常生活的方向迈进 新冠病例减少 接种率上升 据CTV News报道 截止目前BC省过去三天记录了481例新冠病例 12人死亡 199人住院 而大流行最严重时共有511人住院 183名患者接受重症监护治疗 BC省副首席卫生官表示 在12岁及以上的居民中 72%的人已经接受了第一剂疫苗 现在该省正在努力尽快接种第二剂疫苗 大约是在第一次接种后的8周 尽管两剂疫苗对Delta变种病毒有更大的保护作用 但BC省只有大约500例这样的病例 这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相对较低 而第一次注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人 如果没有过敏反应或血泥块 就应该放心地接种相同的疫苗或mRNA疫苗 比如Hurray疫苗 但关于疫苗最有效的研究则显示为 来自同一款的两剂疫苗 不过BC省可能很快就要从 对新冠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转向通过当地公共卫生当局 将其作为另一种传染病进行管理 这也意味着公共卫生团队将恢复以往状态 保证加拿大人的健康 斯雷布雷尼查大屠杀 联合国法庭驳回姆拉迪奇种族灭绝上诉 前柏黑塞族军队总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 因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在2017年的上诉中败诉 星期二他在法庭上听取了判决 联合国法庭维持了对他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查 杀害约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的 无期徒刑判决 这次大屠杀发生在一个受联合国保护的非地 是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暴行 姆拉迪奇被称为波斯尼亚土夫 是一个政治阴谋的执行者 目的是让波斯尼亚的部分穆斯林人口消失 姆拉迪奇在逃亡16年后于2011年被捕 2017年他被判在斯雷布雷尼查犯下种族灭绝罪 上诉期间他始终目中无人攻击法庭和检察官 在谈到斯雷布雷尼查时他说 他已经与波斯尼亚穆斯林军队签署了一项协议 尊重斯雷布雷尼查和其他保护区 并表示他不应对任何侵犯这些保护区的行为负责 一位幸存者在这场大屠杀中失去了23名家庭成员 他表示判决意味着他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重要的是姆拉迪奇被判终身监禁 意味着斯雷布雷尼查的种族灭绝得到认证 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今天的乘坐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再见